其實已經被封鎖了 雪兒星座討厭你的舉動 有些超明顯 有些要通靈才能看明白 沒問題 今天我就來帶你看個清楚 會壓抑情緒波動 讓你有點看不出來的摩羯 就算討厭一個人 也不會有很強烈的表現 遇到你 他還是會露出微微的笑容 讓你有如沐春風的感覺 因為他們的求生之道 就是裝好人 但回到家的摩羯 也看到討厭的人的訊息 是死也不會點開 也懶得回你 死想能避就避 而且摩羯對於討厭的人 是不會封鎖的哟 目的當然是要以你為戒啦 他偶爾要回去品味一下 討厭的人又發了什麼白痴貼文 是蠻有趣的啦 魯瑟 單身狗 人生失敗組 有些星座 其實越單身越優秀喔 在你們為了談戀愛 費盡苦心的同時 這些星座很可能早就成為你 旺塵莫及的事業成功者 我們來看看有哪些吧 其實對摩羯來說 一個人的時候什麼都不是問題 一旦在一起了 才什麼都是問題呢 他們是真的很忙 事業大於愛情 身為出了名的工作狂 單身又無外物的情況下 反而會讓他們更充實自己 從工作狂變成工作魔 而且摩羯是最適合獨善其身的星座了 單身反而會讓摩羯好好的思考自我價值 也會更努力的工作 其實你也不用擔心摩羯是不是太努力工作了 因為他們會讓自己過得很好 比如工作很累 那就買個名牌包 犒賞自己 或下班了以後 去SPA 好好慰貂自己 摩羯是非常知道怎麼樣變成單身歸族的唷 十二星座毛病大不同 我們就來看看他們發病的樣子 摩羯座總是有深沉的自卑感 所以他們更喜歡做事要表現出一種自信 就算沒有自信也會裝得很自信 所以他們超怕被別人發現 他們面具之下的不鎮定 比如上駕訓班 明明覺得開車超可怕的 但表面上還是表現出老司機的樣子 其實他連煞車在哪邊都忘記了 所以摩羯座面對自己的自卑 或面對自己的不行 其實並沒有什麼 真的不會死 表面風平浪靜 其實內心波濤洶湧 哪些星座平時靜悄悄 但其實爆發力十足 衝動起來跌破你眼鏡呢 摩羯座耳不是很穩重又追求穩定嗎 這樣的摩羯也會衝動嗎 其實摩羯的衝動是希望自己不能輸 跟人家拚子娘的感覺 絕對會使他們很衝動 活到一定歲數的摩羯 就會忍不住覺得 我到了這個年紀了 我是不是該買一間房子了 我到了這個年紀了 我是不是該結婚了 由於他自己有一個時間表 或有一個壓力使然 所以他很可能就會衝動地去做 即使手頭沒錢 也硬要買一間房子 即使沒有那麼地想結婚 也會因為想要符合社會的期待 勉強自己試試看 另外他們的衝動 也可能源自於 不想再受苦了 比如說曖昧得很辛苦 就衝動地告白 喜歡就在一起 不喜歡就分開 不要再讓我受苦了 你以為早死早操生 那就會死得很快喔 老師這幾個上本的星座 誰衝動起來是最嚇人的 我覺得摩羯吧 因為摩羯的衝動 有一點像是 你計劃了半天忍了很久 然後輕手地把它 把那個骨牌推翻的感覺 行走江湖 會做事還要會做人 偏偏十二星座 各自有自己的盲點 得罪人了還不自知 摩羯座總是過得很悲情 因為摩羯喜歡用受困 來體現自己的價值 可是如果這個方式 一而再再而三 常常會把一起共識的人 搞得很不耐煩 因為事情也許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糟 那你一定要把自己想得 如此受害嗎 不要忘記了喔 你會心想事成喔 所以你呼喚來災難 災難就真的如影隨行 而且當摩羯存心 要沉溺在泥道裡的時候 別人是拉不出來的 所以曾經有為了摩羯抱怨說 三年前公司就不知道 他用心良苦 結果三年後我再碰到他 他依然在講同一件事 同樣別人不知道他用心良苦 像雙魚 至少好歹還分成兩組 巨蟹也分成兩種 可是摩羯不是 摩羯永遠都是一坨 摩羯座是 偵探型的控制狂 所以當摩羯座 開始想要掌控另一半的時候 什麼他都會非常傷心 比如說你的密碼是幾號 或者是觀察你 到底都是幾點上線 幾點睡覺 坐席如何 而且心思詹密的摩羯 表面上不說 但暗中已經把你的周圍人際關係 都調查了一遍 畢竟雖然有一點相信你 但是也許別人有什麼企圖 他怎麼會知道呢 所以調查別人是必要的 在這個摩羯很多心 而且勞動節快到的時節 我們來聊聊工作狂 對有些人天生勞碌命 我們來跟你揭秘 這些人熱愛勞動的原因 摩羯座的工作狂 是屬於用盡全力的那一種 通常一個摩羯座 為什麼要這麼用力呢 因為他不相信運氣 他只相信實力 他只相信經驗 所以所有的事情 他一定親力親為 有時候你會覺得 你何必把自己搞得這麼辛苦呢 其實我偷偷告訴你 原因是 他不相信別人 所以他們的偉大 是他們自己創造出來的 他們的多勞也是自作自受 別人不能插手 那也是沒辦法的事 即便已經交給別人做的事 最後他還是要尋一遍 或者是審查一遍 那就等於也沒有人 可以幫助你分擔責任嘛 所以很多摩羯 真的是壓力很沉重喔 通常摩羯座 屬於年輕的時候很吃苦 但是老了以後可能成就非凡 所以咯 悲觀主義也不是沒好處啦 天秤一定很隨和 處女一定有潔癖 天蠍一定愛復仇 雙魚一定很浪漫 不好意思 你一定誤會什麼了 十二星座隱藏真面目 來了 你們有聽過一個都市傳說嗎 其實摩羯座是喜劇演員來著 可是我們看到的摩羯 我們都會認為他很老派 我們很難看到他失控 他們應該很傳統嘛 他們應該很理性嘛 他們應該很務實吧 他們應該很無趣吧 其實我覺得摩羯都是暖男暖女 真的他們內心充滿了愛 因此他們冰冷冷的外表之下 他其實是很溫柔的心喔 不信你去試試看 為什麼要用你去試試看呢 因為他們口濁 他們真的不會表達 他們講到很溫情的事情 他們會拍死 有時候就會把他包裝在 我們剛剛講的嘻嘻哈哈的樣子 或假裝不在意的樣子 或把他講成一個笑話 所以為什麼很多摩羯很幽默感的原因在這裡 再來雖然他沒有表面上的浪漫 什麼送你鮮花啊 然後講一些口惠的話 但是他會實在在的為你努力 在他的心目中 他就是努力工作賺很多錢 然後弄了一個很不錯的房子 讓你在裡面舒舒服服 這就是他認為的浪漫 哇 如果你覺得這種浪漫還不錯 還不趕快去追 又到了年底或年初的時候 這就是工作大班風的高峰期 除了老闆壞掉員工 也有員工壞掉老闆 本公司一個想離職的小編 就做了這一則專題 對12星座有的人上班的時候都想離職 今天我們來講12星座離職前的表現 國際座也跟天蠍座很像的是 他們非常的負責任 所以在那之前 他很可能也會壓抑自己的不滿的情緒 因此最高原則就是 但是他私底下會不會做什麼呢 會 他會保留實力 到新公司再好好發展 因為如果他即將要離開 他就會覺得你們是不懂他的 或者是沒有好好珍惜他 那既然如此 就不要怪我 沒有百分之百的戰力發揮在你這裡囉 那當然現有的一切 人脈啦 資源啦 資歷啊 也將會化為他的踏腳石 他一定會運用好現在所有的一切 作為到下一個地方 更上一層樓的奠基石 他也不會隨便地 遷就一個三流的公司 所以很多摩羯座在工作上 是挺有想法的 日房夜房小三男房 作為女人 我們都有當正公被小三介入的經驗 有嗎 沒有的話就是年紀還小沒有關係 他們真的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類型 但通常啦 我覺得摩羯座的老婆比較吃虧 因為他們通常都是有難同當比較久一點 有福同享的時間那就不一定了 他很能忍 真的很能忍 只要另一半夠優質 沒關係我等你成功 在你成功之前我幫助你 我來撐住沒有問題 而且幫著幫著他比老公還強 但是他心裡還是會覺得 沒關係我雖然這麼強 但是我還是很願意幫助你喔 那因為他們非常的進職 非常的負責 所以他們會打理家裡 又能夠在外面闖失業 真的讓先生有滿滿的安全感 做到這樣是為什麼呀 打不倒我的只會使我更強大 各位你的人生遇到危機了嗎 遇到低潮了嗎 當我們遇到覺得是絕境的時候 我們身上有什麼能力 可以使我們絕處逢生呢 摩羯座的朋友 你們是心高氣傲 跟自我貶低的綜合體 雖然你們有吃苦的能力 你們也有堅韌不拔的本質 而且你們也非常的希望努力往上爬 最終通常也能夠往上爬 但是你們的絕境 很可能就出現在 你們個性的反應上 比如說在人際關係上就非常的吃虧 心高氣傲很可能會棄走別人 自我貶低也會讓你們在人際關係上 使別人覺得很累 還有呢你們的個性僵硬也使得 可能周遭跟你分開的人 他們很可能就會說你的壞話啦 把你講得很難聽啦 所以我認為所有的摩羯座 都要學會放輕鬆 以及學會相信別人 因為我覺得人際關係是一種互動出來的東西 所以當你改變了自己 你就能夠相對改變你周遭的環境 你會發現成功沒有那麼難 然後你也沒有必要那麼的自我貶低 還有人生不一定要靠吃苦來累積 你要慢慢學會享福喔 今天來點負能量 12星座誰最負黑 表面上跟你很好 背後卻可能會弄你 到底12星座為什麼要負黑 那個負黑的moment 又在想什麼呢 講到腹黑最典型的星座 那就是摩羯座了 我必須這麼說 因為摩羯一直生活在 不相信任何人的情緒當中 因為對他來說 他是悲觀主義在走社會喔 不能太相信別人 因為別人可能沒有辦法 把事情做得面面俱到 所以一定要靠自己 或者是有一些話 就是不能相信 太相信了 萬一到時候沒有兌現 該怎麼辦呢 所以這種悲觀主義的摩羯 通常會變得很難幹 他們會把自己照顧得好好的 那摩羯的問題呢 就在於他又想當好人 他又很悲觀 所以很多人就會覺得 這樣的摩羯相當腹黑 比方說一個摩羯要離開你的時候 他的方式很可能是慢慢的離開你 等你忽然發現 好像這一段關係之所以淡掉 是摩羯所促成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他挺腹黑的 有幾個企業主呢 他們是在應徵人的時候 是有星座的選擇喔 有幾個星座特別受到企業的青睞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我就見過強硬的這個天秤 一點都不圓融 沒有自信的獅子 別人說什麼就是什麼 保守派的白羊座一直不敢突破 這很可能是這些星座的人 還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路 還沒有遇到能夠發光發熱的事業工作 所以咯 我們就從星座的特性來看 每個人從自己的太陽來檢查起 你走對路了 白羊巨蟹天秤摩羯 我們都知道開創星座有開創這兩個字 很多人就會說是不是要我們創業呀 當然不是 開創星座不一定會展現在創業這件事情上 通常會先展現在 你看別人不順眼這件事情上 因為你們是屬於很有個性的一群 開創星座一旦自己要上場打仗 就算之前沒有打仗的經驗 他們也會為了打贏勝仗 什麼都會了 如果你能夠交付一件事情 讓一個開創星座去開發 不要管它太多 你不要被開創星座稀奇古怪的想法嚇到 給予他們這個空間 他們就會給你驚喜 我覺得開創星座欠缺的是一個目標 只要開創星座有了目標 你們十八般武藝就全部都出來了 所以開創星座也是我心目中 非常工作狂的一組 我為了自己理想而工作的開創星座 我會非常擔心你的身體健康 因為你會忘記休息 所以老師很多人說開創星座 其實他學生座更愛打仗 我覺得開創星座的人是有責任制的 沒做好之前他就算下班回家 他心心念念也還在那個工作 不如趕快解決他吧 但我很清楚也有很多開創星座 你們是安於職場現狀的 其實這也是有原因的 因為你們的開創能量很可能是擺在家庭上 你把大部分的能量都用在家裡 以家庭生活為重的時候 職場很可能就不是你開創的主要僵場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啟洋 從這個月開始我就會在Vogue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嘗試 或占心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